以向下扎根向上开支散业的想法 今年水宝局花莲分局 持续土石流防减灾的教育推广 那么29号上午呢 是在慈激科技大学 举办了109年度防减灾创新思维 与教育的生根研讨会 学度保持花莲分局 延续去年度研讨会的办理成果 今年是以向下扎根向上开支散业的想法 持续办理生根土石流防减灾的教育推广 举办了109年度防减灾创新思维 与教育生根的研讨会 200多位的学员参与 邀请国内防减灾经验丰富专家学者来分享 第一个防灾的主题不再是政府方面的事情 大概是四个方面的组成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当地的学校 当地的社区或者是在地的企业 如同我们在这边 在跟慈激这边的一个工作 跟社区学校的一个合作 跟当地冯村社区的合作 还有我们政府的推动 所以要把防灾四个角的关系 我们都把它建扣起来 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个研讨会上 主要提醒的一个事情 防灾概念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户源重建 到现在四个方位 到了任性社区的一个推动 防灾教育的理念 也是不属于政府的事情 可是全力一起来做的事情 历史给我们很多的教训 也给我们很多经验的成长 所以自然是最好最好的老师 让我们学会要前辈如何跟这个大地共有好 共存 上个礼拜我参加秀林国小的感恩计 泰土的感恩计 我刚刚在厕所的花台上就有那个 小花曼泽兰 那我讲话的时候 我去顺便拜托大家举手之浪 这个拔除小花曼泽兰 他说这个跟防灾有什么关系 因为小花曼泽兰会把山林那些畜牧缠绕死亡 他们就失去了水土保持的功能 那同时我们就像这个没有办法防灾减灾 我想很多道理相通的 讲题内容包含了坡地防灾策略 地震的防灾科技 原名防灾智慧以及国际震灾 以及科技应用等等 并且结合了以实物实际案例 说明灾害前中后防减灾的应变作为 也展现出了防灾模型跟搅拒 消防局新式的装备等等 期盼使民众更加了解 国内防减灾救灾推展的经验 以及做法持续教育杂根 记者蒋邦彦 欢迎去采访报道